欢迎再次回到民主进步党第十五届党主席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的现场 在刚刚我们听到两位候选人蔡英文女士郭泰林先生 两位候选人在第一阶段的申论以及第二阶段的提问跟回答都已经完成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阶段结论 我来说明第三阶段结论的部分是每一位候选人是五分钟的时间 时间结束的时候一样意识人员随即会关闭麦克风 同时不会再按铃提醒 而至于结论的顺序是依照先深论后结论的原则 因此接下来的回答顺序 我先邀请郭泰林先生请您掌握时间 谢谢 人家说在家里面好出外挑挑来 我们这些所有在海外做的打拼过的台湘朋友 台湾政府属于对不起人 民进党要接政 主要的关键 一个是両方 一个是参业政策 230万的台湘朋友在海外带我们在打拼 我们要做它的抖顿 这都是我们的同胞 不管是在外人这2万 在当年那里其他国家 中国有还有200万人在那里 中国的台湘也是我们的同胞 这些人是要离开台湾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料金 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国中设施 无法配合 台湾是全世界 受理水电充分的所在 这是我们的基础 在说商业发电 商业生金 商业专行 不是韩国的专刀 全党换 整个人换掉 那是策略的最后 必须要 在我们的现有基础里面 去保抢 发肥我们的供应 我们更有世界的竞争力 和我很多客户 美国的客户 欧洲的客户 受伤 是怎样人要来台湾 用我们的设备 是怎样日本人要用我们的设备 因为台湾有我们本身的优势 美国最近把很多设施案 中国刷得去 他们说Made in USA 台湾可以做什么 民进党会对策略到一桌 台湾有发肥我们的作用吗 可以把以前流不掉的 这些三业又收到来吗 这不是用水青菜公公的 这要靠实力 所以民进党要接近 我们需要230万票的台湾 到来的支持人 我们有什么对策 可以帮助人 刚才说的 叫中国把所有对台湾 无公平的台湾 不管是经营的条件 不管是非经营的条件 非关税的障碍 都要出销 这只不就是叫中国 只要有优势来而已 不是叫它浪力 台湾人没有那么少 所以我们要求 所有和我们在做翁来这些国家 以公平公平的方式 和台湾做成立 如果没有台湾政府 你要驚起来 不可以软坏坏 商业要发展 软的要更软 软的要更软 技术要进步 所以中国 比较有法团变成一个三业政策 民进党一直在说 两方的政策 不敢去 起扣 last mile 最后一里落 的路重 这个障碍 不要去起扣 我们说两方的关系 三百年来 起起落落 像是hyperlon那条关 我们没有什么完熟 共产党有完熟 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没有什么完熟 所以中国如果要表示他的生意 就是刚才说的 他把对我们台湾所有不友好的 这些设施全部要改造成 包括台湾金融业 政管业 保险业 大家在厚十几年 不知道在做什么 大家在做公关 这些事情 如果政府 如果政党 做的敖顿 这些三业 他们的民进党 这和我们台湾建设的主管 无关系 台湾南中国生理的翁来 三百几年了 三百几年前 我的祖先来台湾 都过欧水高 当山过台湾 我们的火 我们的军 我们的鱼团里面 我们本来就有危险的典型 太阳飞这些孩子 军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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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给他们鼓励 有这种气氛 可以做这种事情 来对抗不宫不宫不宫 不宫不宫 全世界有什么竞争 台湾必须要民对世界的竞争 我们政党要提出好的战略 要担任我们台湾 看出太平洋 这个是有作为的政党 所以我非常配合 我们很多政主席 这种无所求 有所作为 超过合物的北斗 希望未来民进党的东主席 每一个东主席 都可以照着胖甘的 照着新改善的 照着宇佣的 所以我也在这种活力 我们台湾人民 要找到林家家 林宇佣 新生这种人 已经很难找了 要找到一个 天壮殷材的冷度借 可遇而不可求 希望大家 三级岛党 五月二五 选中的人 做中的事情 对我们民主 全会的革命 走出台湾公明的路 拜托大家 好 非常谢谢 郭泰林先生 接下来我要邀请 蔡英文女士 您有五分钟的时间 请您掌握时间 谢谢 刚才郭泰林先生提出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党主席 我们要怎么样限制这个党主席 将来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要向各位报告的是 民进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党员在不同的阶段 对党主席都有不同的期待 刚才听到的信盖先 在当年也有元帅东征 带着整个党的祝福 去花莲去选立委 2010年 我当任党主席 但是在党的期待之下 在党员的期待之下 在党员的祝福之下 我也去参选了新北市的市长 带动了2010年整体的选战的气势 那么每一个阶段 每个党主席都有他的角色要扮演 还有他的责任必须去承担 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在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党主席 在这个阶段 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危机连连 困局连连的一个台湾 我们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在业党 带领了台湾走出这个困局 而这个在业党将来就是执政党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党主席 带领了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 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跟困境的方法 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总体经济没有战略 现代的政府只有开放政策 在开放政策只谈利不谈弊 在这种情况下 变成社会贫富差距加大 产业结构变得破碎不堪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党主席 领导民进党 领导这个社会 重整台湾的经济战略 我的小英教育基金会 在过去两年 重新整理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策略 发现我们经济成长的策略跟模式 不能够再沿用上一个世纪的旧的模式 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模式 让台湾经济有新的动能的出现 那么这一套新的制度 新的动能新的模式 我们希望拿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 能够一起来凝聚共识 在这个新的模式里面 我们的坐标是我们的创新 我们的创业 我们的坐标是创造工作机会 我们的坐标是在经济发展之中 我们也同时可以达到财富分配的效果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 但是我们要集众人的智慧 去替台湾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 让我们跳出现在的恶性循环 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席 也必须带领的党 也带领的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 一起去检讨我们现在的 宪政的体制的混乱 我们的间接的民主是残破不堪的 国会不能反应民意 我们的公民投票的制度 是事实上是一个不公民投票的制度 那么这种民主制度的缺憾 我们要如何凝聚最大的力量 去让它发生改变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 在两岸关系上 维持和平稳定 这是我们重要的责任 在维持和平稳定之中 我们要把这个交往 从注重量到让它有一个优质的两岸关系 跟两岸的交流 那我们必须要凝聚最大的共识 让两岸的交往回归民主化 透明化的常规 而不再被特定的政商人士垄断 而且我们的两岸的经济 必须从以前的个别的商业利益 导向整体的国家经济利益 为导向的一种两岸关系 跟贸易关系的新说 第四 我们对下一个世代一定要有交代 我们要全面检讨国家的财政制度 年金制度 在预算的支出上彻底的杜绝浪费 在十年之中改变政府的体制 绝对不能让下一代面对一个破产 而且充满世代剥销的一个国家 我必须要说 未来的路一定是很艰难 2010年我讲过 我们还差一里路 但是我们或许只差这一里路 但是这一里路 必定是一个最艰难 先祖的一段路 我知道在攀爬的路途当中 我们可能会受伤 但是我觉得要改变台湾 台湾在当下急迫的任务 就是找回人民对民进党的信赖 谢谢 非常谢谢蔡英文女士 非常谢谢两位候选人 我们在今天一共完成了三阶段的深论 提问与回答以及结论 今天我们的证件会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那么接下来我要再一次的邀请两位候选人到台前 以及我要再一次的邀请苏贞昌主席上台 我们三位主席包含两位候选人 是不是在台前三位一同握手 谢谢今天我们在整个电视证件发表会 我们展现的是民主的素养跟君子之争 我们所有人是不是给予掌声鼓励 谢谢苏主席 谢谢两位候选人 今天的电视证件发表会圆满顺利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Eucalyptus